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奏折的内容是请求皇帝给他的父亲尹惠一上嗜好 乾隆皇帝看到后很不高兴说是哪国家定点岂可妄求 此奏本当至罪念如乃父子私情顾免之 若再不安分家居当罪不可唤已 哪知道尹家全看到乾隆的披肤后不服气 再上了一本奏折 这份奏章是请求把汤兵 范文成 李光帝 顾八代 张伯行以及他的父亲尹惠一从四孔子妙 乾隆看了后目不可遏 说尽大肆狂吠不可唤已 于是乾隆一边命令把尹家全抓起来 交给刑部审讯从众治罪 一边又命令查抄尹家全的家产 重点查找尹家全的那些住宿 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反动言论 尹家全是一个道学家 他曾经把珠希的小学进行注解 又加了一些文章进去 改名为小学大全 提议让八戚子弟学习 这件事得到过乾隆的嘉奖 除此外 尹家全自己住宿家编转的书籍也不少 达到了93种 同时他还给别人写过不少序 日证写过不少碑文 当然了 齐个人的藏书更是非常丰富 成套的有311套 散书1539本 还有许多没有装订的书 包括法帖 字画 书信 书版等等不在少数 乾隆要求对这些书籍必须严查 谁要是差漏了 就是谁的罪 官员们不敢怠慢 因此一页一页地仔细搜索 一查 果然查到了不少问题 最终发现了130多处悖逆文字 比如 尹家全江汤斌 鹿龙齐 张国行和他的父亲尹会一称为四子 行不问他 只有颜回 子思 曾深 孟子才能称为四子 你怎能把你父亲这几个人称为四子 比如 他的母亲去世 他竟然用轰 比如 尹家全江厄尔泰 张廷玉等 乾隆霸出批评过的人称为明臣 比如 他在文章多病图传中 说自欲为帝者是这样的话 审讯他的人问他 你有什么资格当皇帝的老师 还有一件事 乾隆在70岁的时候 自称谷西老人并刻了一方谷西老人的账 可是尹家全竟然在他的书中也自称谷西老人 对于刑部指控的这些罪状 尹家全虽然有解释 不过解释完后 他紧接着就说就是该死 还有何变 最终 刑部把尹家全所有的罪证收集起来 判了他一个凌迟处死的处理结果 交给乾隆皇帝 乾隆皇帝为了表现自己皇恩浩荡 法外开恩 把凌迟处死改为脚立绝 最终尹家全还是丢了自己的命 那么尹家全为什么一定要上那两道奏折 而乾隆皇帝又为什么一定要大动干戈 这尹家全已死地呢 后世学者曾分析 尹家全之所以想上那两道奏章 目的是继续在乾隆皇帝面前增加存在感 因为乾隆皇帝到宝定时并没有召见他 他想要通过这种方式重新获得乾隆的青睐 就算退休了乾隆不可能再用他了 但是受到乾隆的召见 也可以在家乡人面前耀武扬威一下 不过我觉得尹家全的目的还不仅仅在于此 尹家全是个朱舒立说的人 朱舒立说的人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流明清史 比如上世号从四孔庙这些荣誉 就是流明清史的事情 被尹家全列为名臣的张廷玉 就曾因为雍正答应把他从四孔庙 他退休时让乾隆认可 结果有的乾隆大发雷霆 对他进行严厉打击 尹家全不惜取教训 也想这样做 无非也就是想轻视流明 可惜最终他不但丢了命 而且所有的住宿都被禁毁 连有他写序的书也被销毁了不少 他写的那些碑文也被魔毁 那么乾隆皇帝为什么一定要打击尹家全 而且说出大肆狂废这种侮辱性的话 把尹家全形容为一个疯狗呢 显然乾隆皇帝想要的 就是绝不能让大臣依靠文章著述 或者是自己要来的荣誉清史流明 皇帝可以让一个大臣清史流明 除非这个大臣对皇帝绝对忠诚 忠心耿耿为皇帝付出 为皇帝赴汤岛火舍声望死 除此以外都是在被绝对禁止之列 如此看来 这不能不说是皇权社会里作为人臣的一种悲哀 说到退休 清朝官员什么时候可以正式退休 都有啥待遇 人都有衰老的时候 即使是封疆大力也不例外 一个重要的问题出现了 古代的官员们 到底达到什么年龄就必须主动退休呢 今天我们就聊聊古人退休的时间点 其实古代官员退休的标准很多 其中不同等级不同区域的官员标准都不一样 文官和武官的标准也不一样 首先我们聊聊武官的标准 与文官们相比 武官需要良好的体力 毕竟当时还装备大量的冷兵器 需要上阵厮杀 清朝的武官分为从一品提督 正二品总兵 从二品副将 正三品参将 从三品游击 正五品守备 正七品拔总等等 其中提督和总兵属于高级将领 一般情况下不会亲自上阵 因此没有退休时间限制 例如老将军冯子才 曾经担任广西提督 六十多岁的时候 还率领军队抵御法国军队的进攻 并且实现了正南关大截 此外 总兵的情况也非常类似 从副将开始 副将以下的军官都是退休的年龄限制 其中副将年满六十岁退休 参将年满五十四岁退休 游击年满五十一岁退休 守备年满四十八岁退休 至于属于低级军官的千总和八总 四十五岁就必须退休 文官们不需要从事体力劳动 因此退休的时间比较晚 其实古代文官一直有一个传统 古人以四十为强势知识 以五十为富官政之年 以七十为智识之期 在古代历史上 文官们如果年满七十岁按照惯例就必须退休 如果年满七十多岁还不退休 则很容易被御史们弹劾 说自己贪恋官位不愿意放手等等 此外 对于那些参加科举的文人们也有规定 请注意 参加科举的文人不一定都是年轻人 六七十岁的老年人很多 如果年满七十岁才考中举人或者进士 虽然能够得到科举的承认 但是力部不会分派实际工作 因为年龄太大了 一般情况下会挂一个须职直接退休 虽然按照规定年满七十岁可以退休 但是在实际的官场上 经常出现提前退休的情况 例如一个省的二把手不正是 已经六十岁了 眼看自己没有希望晋升为巡抚 官员很可能申请知识 也就是提前退休 在明清时期也被称为企骸骨 寓意是请求放自己这把老骨头回家 知识的情况比比皆是 因为很多五六十岁的官员 达到了一定的成绩和高度的时候 如果很难继续晋升 一般都会选择提前退休 当然 还有一种截然相反的情况 那就是皇帝不批准退休 有的官员岗位重要 影响力巨大 对于这样的官员朝廷舍不得让其退休 徐悦梦在康熙皇帝在位的末期 担任了公布尚书 年龄和康熙皇帝差不多 徐悦梦在康熙末期 就申请提前退休 由于徐悦梦属于技术性人才 对于建造和合物都非常熟悉 因此康熙皇帝驳回了徐悦梦的退休申请 康熙皇帝去世以后 雍正皇帝上台 徐悦梦继续申请退休 可是雍正皇帝也不同意 公元1735年 雍正皇帝去世 年轻的乾隆皇帝上台 已经80岁的徐悦梦 向新皇帝再次申请退休 乾隆皇帝则表示 岁欲八旬 未身衰背 可照旧供职 亮丽行走 不必隐退 乾隆皇帝的意思是 你老人家可以不来上班 也能提前下班 但不准退休 这样的情况并非各立 在清朝统治的末期 已经70多岁的李鸿杖 还担任直立总督 北洋大臣等官职 由此可见 清朝官员的退休时间并不固定 请注意 官员们退休以后 并非没有任何权利 很多官员退休以后 朝廷都会赏赐各种荣誉性官职 虽然是荣誉性官职 但各方官员仍需要跪拜请安 除此之外 官员退休以后 对地方行政事务 指手画脚的情况也不稀罕 在乾隆皇帝在位时期 出现了这样的案件 一位河南籍官员 曾经担任陕西部正时等官职 最后 朝廷赏赐了李布侍郎头衔退休 这位官员返回原籍以后 经常插手地方行政事务 现任的河南巡府 部正时和河南府之府 对这位老大人很有意见 最后上演了联合弹劾的情况 乾隆皇帝勃然大怒 严厉处分了那位已经退休的官员 由此可见 在清朝历史上 官员退休有标准时间 但是可以不按照标准之行 参考资料 清史稿